我又來晚了啊 這個村子又荒廢了 不是村子荒廢了 是我來晚了 我的村子 我也要正在一起 走出來了 就可以進去 我適合推出 我私不幫我 的手 我是你在一起 我還是要把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必有后人来 哈哈 她挺有诗意 还给弄的WiFi 是吧 这WiFi不能用了 现在是吧 无人村留守了大妈 生活非常的艰难 至今还是烧柴了 是吧 冬天不烧炭 是吧 不烧 就是烧柴 是吧 大妈的日子 守着可能当年价值几百万的房子 如今还过着这么贫寒的生活 老人主要是不愿意出去 是吧 哦 哈哈 谢谢您啊 大妈 啊 谢谢 继续从这里探索 哇 背靠原石 妈呀 这当时穿的这是如何建的 真是太有想象力了 电线已经断了啊 打扰了打扰了啊 进来逛逛 不会拿东西的啊 哎 这出门建起的可能是几十年前的 我去 这老宅啊 长满了草 哎呀 我还是很害怕啊 哎 你们在这里 九十年前搬走的 哇 这有很多地方都是古董宝贝啊 哎 打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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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 哎呀 妈呀 门前一株草 哎呀 佛前从来不缺香 门前从来不缺草 这个写的毛主席 这边 共产党万岁 当年的这个是当年的神刊应该 这个神刊比较前陋点 可以说呢 当年这家人并不是很有钱啊 可以说 石门乡梯尚村十四号 这个其实叫长闯村啊 后来跟可能跟梯尚合并了 进来看看 打扰了打扰了啊 哇 红日 冬山生 好多老家居啊 哇 这房子阴气好重啊 还有个古式的木箱子 用简易的解释锁着的 哎呀 很多九十年代明星的画啊 路头老抽 放下东西啊 看看啊 哎呀呀 哦 下来啊 哎呀 蜂窝梅还在 这个桌子起码有几十年上半年的历史了 老板龟不敢开了啊 因为人家锁着呢 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不拿东西啊 打扰了打扰了啊 打扰了 走了走了走了 打扰了啊 哎呀 当年这居 居然这里 还有个密洞啊 这密洞通向哪里 看这地都被平整了 这地方我真不大敢进去 因为一定进去的话 很多有可能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这棵树呢 据说有三百年的历史啊 这个叫什么狼什么树来着 我没记住 三百年 妈呀 这树咋了这是 躺平了 你别说人啊 树都躺平了 三百年 快看 这枝干 如何能支撑起它庞大的身体 让人不解啊 看看这光地庙 哇 这是新盖的 村里面出自修的可能 整个村子呢 如果我们不算那家农家乐啊 只有一个大麻在这里坚守 不过据说呢 还有一个放羊子在这里坚守 真是不知道在坚守什么 哎 像这样的村子真是 哇 它们基本上都是临眼而见的 相当的恐怖 我感觉 这老房子 走进来还是一股羊粪的味道啊 果然是这里痒痒的 这是老房子 地面就没了 这个村子并不大 下面还有很多老房子 我们逛一下啊 这地方晚上走路一定要小心啊 不能喝醉酒 喝醉酒有可能去到另一个地方 就是令你想回都回不来的地方 高门大院 如今只剩餐钻断瓦 我将探索一下这个啊 看这个家 这家人家应该是不错的 打扰了打扰了啊 咱们先看一下啊 但是你不要打扰我 哎 不一定能进去啊 好 这家也许就是那个放羊的啊 放羊的应该是有人住的 看玻璃擦的很亮啊 这家这儿有且思往进不去 哈哈 谢谢大麻啊 嘿嘿 零早之前能来这里吃个饭 乡下人的饭确实是很实惠啊 还有鸭村 这两道菜我们出来吃 很便宜了啊 啊 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会用红字写的这么恐怖 从外面来看实在是太阴森了 这下面已经全部被掏空了 感觉像是一个现实版的末日地堡 这是河北一处地主大院 通费在这里已经有百年之久 那么里面到底有何神秘之处呢 据说这个地主大院占地 竟然达到了4万座屏幕 今天来探秘这个 据说有200年历史的老地主大院宅杂 这里面总共有200多间房 十分的神秘啊里面 这个外面最外面这个楼呢 就叫做八角楼 我们进去以后 来讲讲八角楼的特别之处 我看很多人曾经问过啊 这个要不要门票啊 不要门票啊 这个已经荒废了 没门怎么收门票呢 门票没票 收票得有门 观众老师啊 一定要来这里说一句打扰了 为什么呢 你知道这里住过几呆人 其实到了晚上这个地方是没人敢来的 看这是什么 两道防御门啊 从外面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个防御型的地主大院 你看那墙上写的什么 不要看什么什么 说实话啊 这个人挺有文化 素子这么高 这有两道门线 这个 看这窟窿门 这都是插门用的 这里风很大 看这面墙 这实际是个罩币 但实际上是一拖一个房子罩的罩币啊 这有什么用呢 你们看啊 像片一个龟背 有点延年欲秀的意思啊 但是这里 有一个什么东西了 看见没有 这是一个枪呀 这个枪有什么作用呢 正好是在这个人头部高度的位置 只要你从门进来 因为当年这里有很多土匪啊 立马爆头 所以说啊 当时设计这个人是非常残酷的啊 我们进来看看啊 哇 禁止进入 滚 还是用红字写的 这晚上这地方是没人敢了啊 还有两个红字危险 从这直接看去 说实话啊 我这次来探 又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探的 禁止入内 危险 你看看 这字写的吓不吓人 这个大院里呢 有很多玄奸 我们一次来看啊 这第一个院子呢 叫做书房院 这个可能就是当年主人的书房 缸件上面写的三个字没 集敌会 这三个字一般人真理解不了啊 什么意思呢 这三个字呢 出自上书大禹 意思呢就是 是 惠敌鸡 丛逆寻 我念错了 应该是惠敌鸡 然后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顺道者昌 逆道者亡 就这么个意思 书房里面挺黑的啊 看一看啊 这面就是当年的设计孔 这个其实啊 这个房子啊 这里已经被改变了格局 因为在解放后呢 斗地主呢 这个房子被收归国有 后来又发给农民 肯定这农民当时住过 所以把这里这个改成了一个炕 但是敲咬人家没动 还保持了缘务 这个啊 还值得夸赞 真正的玄机呢 是在这个房子里啊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房子 为什么要设这么玄机 我们进来看啊 看看 这有个柜子 这不知道干什么的柜子 从这里走 这里居然有个台阶 你说谁家好人 还能够越藏 这个很奇怪 有个小炕 这是个小卧室 看来这个玄机不在这里 莫非在这里呢 我们看啊 我看到没有 看到这个玄机没有 看到没有 据说啊 当年这个王家人挖地道 居然挖到了几十公里处 地下建了个末日地堡 用于生存 这个下面我不太敢进去啊 说实话 挺黑的 不知道通向哪里 我们稍后再说啊 我们再讲一讲这个 王兆祥这个历史啊 我们先来说这个楼啊 这就是防御型的八角楼啊 这边可以上去 你们看上了以后 这里风很大 来这里乘个凉饭 不错啊 这就是这个八角楼啊 这个窗户 你看看 好几千窗户 这既可以架炮 又可以瞭望 鸡枪雅 坐在下面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鸡枪雅啊 冲着这里 外面是叫大坏油路 凡是从那攻过来的人 一定要被射死 要说这个八角楼的巧妙之处啊 其实他当年是 呃 王兆祥的后人 王安树 设计的 全部是他一个人设计的 大概是民国19年 也就是1930年左右啊 这个八角楼呢 当时这个 他是身为一个 保安团的团长啊 这个保安团啊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 伪军的团长 你们看啊 这个八角楼 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 看见没有 这儿可以射击 这里可以射击 这里可以射击 这里射击有什么用呢 你们看啊 旁边的院落 看见没有 只要有人闯进旁边的院落 在这里就会被无差别的扫射 当然了 出于火力的问题呢 这边也可以进行架设几枪 正好不是把这个大门旁边的 几个大院落 全部保护好了 对不对 我其实进这里还是很害怕的 但是没办法 咱们要做这个视频 一定要进去 看这写的危险两字 看到没有 不知道里面 当初会有些什么东西 咱们进这边看看啊 非常特殊的设计 看见没有 地道 地道 这个通向哪里我不清楚啊 这个通向哪里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们看他这个地板啊 是把这个扣上去的 当时肯定这个地方有家具 那还有被掀翻的桌子 一个家具 所以呢当时应该 这是个隐藏的暗道机关 就是有事情的话会藏起来 还有这个东西 你们觉得这个会是什么 这是个多长年的箱在墙里的柜子 很特别啊 拉远一点正好有点曝光 这个柜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还没想明白啊 但是如果他跟墙涂成一个颜色 放过柜子的话 恐怕没人知道里面会是一个暗阁 你们来看这个 这个玩意儿 我猜想啊 当年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个机关 然后机关一开 然后就把这个地道打开了 这里面是这个样子 测试机你看 涂成跟墙是一个颜色 如果你把它关注的话 外面再挂个表 根本看不出来 这是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先进了 这里面呢 这个叫做五间楼啊 仁义理智信 每个窗户上写的 所以叫做五间楼 当年这个西老鸭育村的村委会呢 曾经当时设在这里啊 这个院子呢 我没怎么进过 但是也是非常的恐怖啊 打扰了打扰了啊 希望各位不要打扰我啊 你们要打扰我 我就常住这里了 看看这些窗户上的花 窗花 其实是也蛮漂亮的 梅花 都是当时的雕刻啊 对不是 李 对不对 只可惜啊 这个房子现在进不去 这人家是从李锁上的 你看 这个门我推过是真进不去 不知道他们怎么从李把门锁上 想必里面定有机关 不然锁住门的人怎么能出去呢 是不是 窗户虽看着 但是我们进不去 他这个房子建的有一个特殊啊 当时啊 这个王兆祥就想把这个房子建一种什么格局 九门照相 九门照相呢 并不是说我们站在九个门里照相啊 是前后两条巷子 各造几个院子 然后对开九扇门 叫做九门照相 很可能啊 很可能啊 王兆祥当年看过这个盗幕笔记 那九门照相有什么神秘的含义 我们想啊 九门提督 你就知道九门这个分量有多重 当然了 格局低低点有七门照相 真有啊 这不是我瞎编啊 哇 这个屋子为何如此是恐怖 这是谁写的拆字了 这要拆签吗 这是文物啊 这是谁搞的恶作剧了 真吓人 这里啊 这个门 这个小门当初应该是有的 但是来这里玩的人啊 切记啊 不要从这个小门下去了 下去的话你看看下面是什么 有可能你就掉下去了 那个呢就是那个 九间房 这里最宏伟的一个 其实最宏伟的房子 待会我们过去看一下 那个其实什么也没有 我们现在来这个方位走啊 呃 王家的这个宅地啊非常的大 占地4万平米 总共有8套完整的圆楼 200多个房间啊 因为王家最后一代人呢 都是保安团团场 应该属于委派的 后来呢被杀掉了 所以呢 就形成了现在 这个王家最后衰落的一个结局啊 这个房子里面啊我们 不要逛太多 没什么意思 千篇一论 我们解重点来说 过去 这是什么东西了 我靠 谁了弄一脱假头发 这真吓人 打扰了打扰了啊 这些老房的啊 其实很多 这个老钟表还在 表星被人取掉了 哇去 就这种地方 我真的有感觉 甚至怕见到点 没见过的东西 这个门帘 看来还在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了 这个不好说 这个其实也算一个 王家的天井院啊 咱们进来 小逛一下啊 其实王家最神秘的 还是他的地道 据说他的地道呢 四重八达 这底下犹如建了一个 末日地堡一样 这还有很多香菜 老家具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里想必也是不久 才人才搬走 很多人要翻开这个砖 有可能自在 翻王家的元宝会不会是 人家这元宝可是可以铺路的啊 从这里走 这里有一个四方炮楼啊 但是我们不去看炮楼 我们去这个院子里面 转转 他的巧妙之处啊 这其实很多这个 精美的雕刻 像这里雕刻的是虎 花纹 还有一个琴字 这边呢是一个 琴简之家 这体现了他们当时 这个琴简之家 儒家的思想啊 这如今整个院子全部废弃掉了 我看见一个马峰 好恐怖啊 王家的结构布局 我们说过 十分的特殊啊 他这里面很多地方都坍塌掉了 就可以看出啊 其实当年他们在这个院子里啊 基本把地下机门掏空了 来我们开始讲重点啊 看这个院子啊 这中间一个红字 是什么字啊 铜连起来是 这广浦又有点不对了 看这个院子啊 看着没有 看这里 下面还有一块条屎 这个通向哪里不知道 这个通向哪里不知道 这个其实他们很多这个地道都相通的 有人说呢通向几十日外里的山外 但是他们王家可能当时考虑到自己的财富啊 万一发生战争什么的 可以及时的转移 所以就修建了很多这样的地道啊 这里还有口井 这个不是地道应该 摊塌掉了 凡是地线都是因为底下有的被挖空了 这大水缸还在啊 你们看这个房间里有啥 来 看一看 这个椅子 朴实无法 但是我告诉你们 就这造型的椅子 绝对是一百年内没有出现过的 现代人谁造这种椅子 后背太偏了 很特殊啊 这个老柜子 应该也不是 近期的东西了 这个呢就是他们整个大院里面 其实最灰红的一个建筑 叫做酒间楼 为什么要建这个酒间楼呢 没人知道 看见没有 地道看到没有 很深的 它这个地道究竟通向哪里 我在这里其实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咱们进里面看一下啊 看里面有什么特别之处 为什么要造酒间楼呢 谁来住 进来了啊 酒间楼真是无奇马黑的 尤其最后这间 还有梯子可以上去 但是咱们最好不要上去了 还有个枕头 还有人在那里抽烟 这个不安全 因为这个全是木板 酒间楼并不相通啊 哎来看这个地方 特不特殊 这底下是什么了 这是罗文钢嘛 这是钢 这是瓷片 不过听说啊 这个王家最后一代人 他们是做瓷器的 所以有瓷也不奇怪啊 其实这个大院整体来说 还是非常奢华的当年 这里肯定是住着相当重要的人 你说他们家值不值钱 看见没 这雕刻 这是什么了 江太宫钓鱼嘛 看不太清楚啊 由于距离比较远 雕刻是非常的精美啊 包括这铜瓦上 雨滴上看到没有 我们接着去寻找这个 王家他们的放元宝的地方啊 其实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 这古代的窗户啊 都是实质的窗户 这窗户 我就觉得有时候啊 要跑进去闻的怎么办呢 就是见得毫无科学的一句 他们这个院子也很特别啊 你看 从这个院子可以到那个八角楼那个院子 所以说啊 仅凭一个这么个跨院楼 就改变了这个院子格局啊 是他们内外相通 很特殊建的 格局是这样的啊 看见没 从那个侧面的小胡同可以穿进去 那个楼上面看到没有 全部都是机枪眼啊 他的防御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 哎 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地方啊 找这个放元宝的地方 他们家当时非常有钱啊 方元宝都是据说拿大份 挑大份的筐子 一筐一筐往进去 从这个地方下去就是啊 看这个地方还有个炮楼 炮楼参观不了 为什么呢 有一户神秘的人家把这个楼给锁住了 这户神秘的人家啊 就是这一户 看到没有 外墙写的是微房 穷靠近 这边又是塌陷 地下室全部是空的 王家人呢 你说这里面当年还有没有当年的元宝啊 我猜是有 但是现在是文物保护单位 你是不可以随便去寻宝的啊 切记啊容易触犯法律 这个方形房子造型很特别啊 其实在整个我们看过的地方里面啊 这些造型很少啊 就这两三间 是不是 看到没有方形的 这个也是方形的 下面就是放元宝的地方 是否考虑过 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呢 这个地形很特别啊 看一下 来走这里吧 这里就是当年放元宝的地方 王家人当年为何如此有钱呢 就是因为 他们来这里采了煤矿啊 其实在古代人们就注重到买采煤矿这个暴利了 所以他们家很不缺钱啊 为了照这个九门照相的格局啊 其实当时有一个人啊 正好把他们家房子给挡住了 但是王兆祥出多钱 这人都不干 后来就说了 你有种把我把你从你们家门口铺到我们 这块的地 把我的地覆盖了 你铺一条马路 铺到哪里 我就给你到哪里 后来王兆祥笑笑就说呢 铺两层行不行 你说这个人好哄不好哄呢 并且呢 要他拿十个箱子财宝来换 王兆祥也只是笑一笑 因为有钱嘛 这个房子真是挺黑的 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王兆祥藏元宝的地方啊 叫元宝洞 看他那个影型的门 看到没有 觉得特不特殊 后来被后来柱子人改变了用土了 看这边很黑啊 看到没有 这是藏元宝的地方啊 还有密洞啊 看看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被挡上了 这当时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 但是放元宝都是无疑 妈呀 那还有几个字 我这不敢去看 该走了 这地方啊打扰了不好意思啊 先走啊 你们看这里啊 这个并不特殊 我不来去看 我们来看这里 这里比较特殊 看这个藏宝洞 看看 后面有一道暗门 但是我不想进去了 里面有太多的垃圾清瓶罐罐 来看这个 这个就比较更特殊了 他们当时啊 放元宝 每一个都放一个神龛 这个就是神龛啊 每个元宝洞都有神龛 这就是传说中的元宝洞啊 看一看 暗不暗这屋子 相当的暗 真吓人 进来看这个藏宝洞是什么样子 哇 我靠还有只蝙蝠 就有一只孤足的蝙蝠 这完蝙蝠来这里干啥 干撤吧 好恶心 这个元宝洞上面看到没有 机枪眼啊 这是当年为了看护这个元宝洞 要设置的机枪眼 冷兵器时代嘛 它能防御得住 其实有关王家大院呢 还有很多恐怖的东西 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因为这里面实在是太过神秘了 以至下 我也会写在哪里 我都没有想着 萝卜 啰 化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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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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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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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好奇怪啊 哇 这位神仙我失得 这应该像是龙王吧 这是怎么会有三只眼睛呢 三只眼睛 不就只有南天门那个帅哥吗 这里神仙一个也不认识 拿葫芦都是吕洞宾嘛 这是龙王 就像包公不像龙王 奇怪的是啊 早以前这里大殿看见没 还有彩色的壁画 并且呢这里还有个洞啊 但是我听说啊 这个洞呢并不是藏库洞啊 藏库洞是另有趣洞 藏库洞就是那个藏那个照顾的洞啊 咱们上来看一下 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废墟了 我的个妈呀 这里面真有东西啊 哎呦 Hello 这是什么 这是盘古洞 哎 算了 这个洞有点可怕 我就不进去了 听回声应该是深不见底的一个洞 继续探索未知领域啊 这整个都荒废了 逃避人也高了 不知道要走多久 哇哇哇 这是 成荫的祠堂吗 不像哎 这里面据说有个建于春秋时期的成荫祠堂啊 这几尊佛像很怪异啊 这还有个炼丹炉 这一束 树像呢 这个像大理石雕成的啊 这束树像呢 闭着眼睛啊 你再看这个 很奇怪啊 这后面背的是什么 火焰轮 这是能源菩萨了 从没见过 哎呀 这幅壁画说的又是谁呢 哇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这个东西像个文物啊 但是却写的是千古流芳 现代人的字啊 这不是谁家墓碑了 放在这里 这也不太合适啊 这简直太大了 根本逛不完 咱们只能挑重点去拍拍啊 据说呢 当年有个老板来这里投资 投资完以后 这个老板就莫名的失踪了 不知道哪里去了 后来那个景区 由于无人管理呢 就荒废了 哎 从这个规模来看 到那边 应该是遍布整个山头 38万平方米 应该是不小的 嗯 这个投资啊 这个景区算非常大的一个景区了 哇 快看啊 这应该是一个凉亭 塌掉了已经 这边还有个大洞啊 这个大洞不知道通向哪里啊 咱们这个必须走一下 通向哪里呢 这个地方 哇 好多的笔画呀 这描述的应该是赵顿 当年被这个 嗯 什么假图 图案假 杀害整个一幅故事图啊 哇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成因词啊 赵氏故儿 当年脱孤的成因啊 在历史上呢 因为 呃 奉为了一个名人啊 他这简直是一个非常中意之人啊 藏姑立姑 卑立千秋 求人寻人 忠义春秋 成因词 来到这个地方啊 对成因必须得尊重 千古忠义之时 这比关羽还早啊 真是值得 哎 当年为了保住赵五呢 把自己的孩子换出去 成就是千古佳化 这你敢相信吗 大殿成了这个样子 这么大的门扇已经倒了 泥塑像全部毁掉了 赵五 成因 只是没介绍这个女方到底 女的到底是谁了 这是怎么了 这一堆像都被推倒了 这是谁了 这不知道是不是成因的夫人 还是赵五的夫人 搞不清啊 成因赵五 这整个二幅故事画 可惜啊 全部毁掉了 浩然正气 哎 这是一九 九几年的了 成因的坐像保存完好啊 果然啊 忠义之士 向来就是这样 无人敢去破坏 因为担心受到良心的谴责 你家关云长的像 什么时候被破坏过 无论强盗还是流寇土匪 他都不会去干这些事情